絕對不能游網 食衣住行 娛樂 通通都可以上網解決 我就很討厭看到我追劇隊到一半 然後一直在那邊轉圈圈 明明就最精彩的時候 然後卡在那邊 一定要穩定 因為它不穩定的話 我叫那些智慧家電就跟廢物沒了一樣 一天沒有網路我就會崩潰 那你會不會遇到那種 要幾個房間就收不到錢了嗎 一定會啊 如果能夠讓網路可以騙擊到那邊的話 會很有競爭力 歡迎收看GF的反圖一隊 現在是3C時代 現代人對網路的依賴到了近乎成癮的地方 但長輩跟長輩互相傳訊息啊 要用到網路 年輕人工作玩遊戲也需要用到網路 再加上因為疫情來襲的關係 人跟人要減少接觸 所以要待在家裡的時間也變多 使用網路的機會也跟著變多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南港轉運站 附近的購物中心 文文明照我們在使用網路的時候 有沒有遇過什麼超崩潰的狀況吧 GO 千萬你日常生活中啊 你覺得你最離不開的東西是什麼 應該就是我的電腦 你看我現在也隨身攜帶我的電腦 還是戴在身上 除了我女朋友之外 最離不開就是我手機 手機嗎 上網 我跟你講最近這個智慧家電 我們離不開他 因為他實在是太方便了 感覺是什麼原因讓你離不開他 因為手機我平常工作的時候 我都會使用手機去處理公事 或是跟客戶通訊自家的時候 我就會看IG的一些美女照啊 我一小時沒有用的話 我就會有點恐慌啦 工作跟生活都需要用到 所以手機的關鍵型是網路對不對 對對對 食衣住行 娛樂通通都可以上網解決啊 工作也是 因為回到家就會指揮智慧家電啊 我就可以坐在沙發上什麼都不做 然後就叫他去幫我做任何事情 因為第一是我的工作需要 然後第二是因為我真的 我很喜歡追劇 只要我犯況的時候 我就是想要追劇 整體而言 你離不開其實是網路的 絕對不能沒有網路 據NCC統計啊 截至2021年12月 台灣總共的網路使用物品大概是有到620元 相較於去年同期 積證30萬元 是近年5年來的新高 哦 我想問啊 你在選擇網路業者的時候有沒有什麼 所要的考量 因為我平時上班族 我會比較破比三家 我會比較小資一點 我還是會喜歡 小狗大碗的 價錢最重要 CP值越高 我就越喜歡 網路品質穩定性 它價格 價格 第二孫位 對 最主要就是速度要快 因為我在家裡面 除了我會追劇之外 我的家人也會追劇 然後我先生 晚上的時候就是一個追劇一個打電動 它會互佔頻寬 如果說頻寬不夠的話 我就很討厭看到我追劇最大一半 然後一直在那邊轉圈圈 穩定 一定要穩定 因為它不穩定的話 我叫那些智慧家電就跟廢物沒兩樣 因為就叫不動 加持服務 障礙解決速度 整體滿意度 最信賴品牌 網路體驗最佳品牌 推薦度等十項指標 去領先其他品牌 那你在家裡 平常都會收看一些串流媒體品牌 也是會 或是會看一些第四台的 那哪一個用比較多 第四台只剩下老人家會用嗎 呃... 居然沒有人在看第四台了啦 Netflix比較短 那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什麼問題 網速的問題 不然一些Lag 掉針 那你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就心情有什麼 呃... 很... 居然查詞出 網路影音 依然是寬頻用戶 最常常從事的網路娛樂 作為收看媒介的OTT平台 其眼球視線率70.4% 在2021年 大幅超越第四台40.5% 那像對網路啊 你有沒有 哪一些建議或一些需求 反正就是要穩定 那一天沒有網路 我真的會崩潰 穩就好 因為我家的隔間比較多 有時候出發會不太穩 所以可能在分享器的間隔上 希望它可以 提供給我更多的幫助 讓我家裡的訊號 可以更好一些 對我來說 網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露露啊 還有它的平板 那再來就是穩定 好像我先生常常有時候 打電動打網站 打到一半我先生跟我講說 完蛋他還沒朋友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突然斷掉 斷線或是Lag掉 我們在看劇的時候也是啊 就看到一半突然就是Lag 明明就最精彩的時候 然後卡在那邊 把網路品質做好了 那你會不會遇到那種 這幾個房間就收不到選擇 一定會啊 就如果能夠把這些視角 給改善的話 就是讓網路可以直接 騙擊到那邊的話 會很有競爭力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入圍器的房間 我放在房間裡 可是我在另外一個房間 就收不到 就收不到的刀 都用手機分量比較多 所以如果可以改善的話 你會希望就是 它就算放在哪個地方 都收得到 對啊可是這個是 業者可以改善的問題嘛 各位觀眾看過來 告訴你們一個救星 中華電信 HiNet光石帶 HiNet光石帶 不論是在網路穩定度 速度 甚至是客戶服務 都優於其他業者哦 而且還有不同的方案 讓你選擇 最適合你的搭配使用 再加上Wi-Fi全無通 讓你在家裡使用網路的 每個房間都 網速飛快 shrimp號出出站 讓你在用網路的時候 再也不會感到焦慮哦 中華電信 絕對是你生活 我最強力的後盾 大家趕快去火速生半哦 讓你的生活便利沒煩惱哦